赚储备金必用方法每天半小时,每周五百万 经常有粉丝问我什么方法赚储备金速度最快 各种各样的攻略眼花缭乱,不知道怎么选择 今天大大王就说一下,赚储备金最快方法没有之一 它就是师徒任务,故事便从这里开始了 师徒任务在2007年7月开放 此任务曾是工作室牟利手段之一 直到2010年,将金钱奖励的50%调整为储备金 加上徒弟体验状态不能参与师徒任务后 很多人放弃了这个任务 但是对赚储备金和养好的玩家是十分友好的 师徒任务难度等同于40级的师门任务 任务类型分为答题、战斗、徒弟使用指定技能、寻找物品等 其中答题都是游戏中的常识性问题 寻找物品是直接在商店里可以购买 如十级武器、一级药等 师徒任务需要师徒二人组队 在国子舰右侧的国子舰四页处领取任务 每天前两轮为双倍奖励 以129级师傅加30级的徒弟为例 师傅每轮基本奖励为5.5万辆 包括50%的储备金 加上每轮固定获得500善恶点 以兑换80环装为例 需要3000善恶点 80环摆摊价格在42万辆左右 折算为7万辆 师傅每轮还可获得10点人物修炼经验 或有一定几率获得100点 以10点攻击修炼为例 折算为3万辆 同时徒弟也能获得1点万可交易营养 相加后 一轮师徒任务总收益为17万辆 每个徒弟一天可做两轮 就是34万辆 一个决策最多收两个徒弟 一天收益就是68万辆 一周收益可达476万辆 同时师傅和徒弟等级越高奖励越高 一轮任务约78分钟 而且每轮还有两点的粮食值 在国子舰祭酒处 使用粮食值可以兑换随机宝箱 能开出宝石牌子等角力 如果你是单开或养耗 试图任务是赚储备金最快的方法 还有什么小技巧评论区见哦